我想问问你是怎么规划你未来的星图的呢? 我其实从来没有太远的规划 就是现在比如说我正在做某一件事情 我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其他什么都不想 我经常你要问我几天以后的工作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就是那我们再问一下 就是跟你同期的呀 像BB呀还有春春呀 他们的发展也都不错 但是感觉呢 你似乎已经比他们就是超越了 超越另一个高度了 你觉得你今天到这个程度 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反正首先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因为音乐风格的不同 大家走的方向不一样 然后至于在就工作上面的话 从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觉得自己就特别喜欢唱歌 然后特别享受在舞台上的那种 很放松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 怎么讲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思想比较古董一点 比较古版一点 我就特别是享受在舞台上那种难得的释放 完全放开自己 不去考虑 我今天穿的怎么样 或者是 就完全投入到音乐里面去 那大家都知道你那个演唱会 你就是方便告诉我们一下 比如说你会唱什么歌呢? 歌的话基本上应该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我自己的歌 当然也会有一些翻唱的曲目 但是这个也真的要排练了之后 因为我们是九月中旬开始排练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编曲 然后最有出来的效果 最后由导演来定 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一首光芒 然后渺小的我 就是那个渺小的我 只要歌唱 就能看到光芒 我觉得写的好像就是 其实你现在已经真的已经不渺小了 曾经的你 曾经的你 现在好像就是大家喜欢音乐的朋友的也都很多 对吧 对 对吧 就是我们 这个这首歌我觉得是完全唱出了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 我会觉得其实现在唱的好的 然后有创作能力的 然后比如说舞台表现力好的 这样的年轻人其实是很多的 只是需要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展示的平台 让他们去表现自己在舞台上 让更多的人 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是认识到他们的才华 觉得有一句老话叫 就是百花齐放 我觉得像现在的乐坛 百花齐放才会是一个真正的 整体的一个繁荣的景象 而不是只是需要某一两个人很突出 真的要推动中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 需要更多的好的人才被大家发现